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特别要赢 我觉得我们的实力的话 是最强的吧 面对不同的对手 你可能要选择有不同的战术 以及不同的打法 也随机应变的意思可能会高一点 个人赛的时候 主要是考虑自己的输赢 战队联赛就要考虑到团队上的问题 战队荣耀比个人重要更重要 如果赢了的话 我们觉得后面就好打很多 如果输了的话就再见了 既然来了是吧 就干起来 管他是谁 非赢不可 SL SL FIGHTING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那下一场比赛就是 莎娜要对阵的是轨迹了 对 这场比赛对于逼哈特战队来说 已经被逼到了生死的一个边缘 逼上凉山了已经 如果是这场比赛 轨迹发挥不出来 可能就直接要被淘汰出局了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轨迹来说 心理压力包括整个发挥 都要有很好的一个准备 是的 而他的对手 SANA的话 虽然说可能练习量不是很大 但是一直还是保持在 就在重军之星末期到现在 虚空之一一直保持在 国内还是一流的人渡选手 对 也算是在战队联想中表现 很稳定的一个人渡选手 得分解 对 当时我记得哪一场比赛 其实打IG还是打谁 如果是输了就 X TEAM有可能会被逼到绝境 要降级最后一名的经历的时候 就是SANA站出来是战胜的西瓜 然后保证了那场比赛 X TEAM逼平 对 好我们看一下SANA虚空之一 SL虚空之一的胜率是13-3 对 主要是抱着一个大腿 一路过关去 对 当然他自己的整个发挥也是不错的 对的 基本上就他一分 B1一分 B1一分 B1指针关再拿一分 对 他的整个发挥 SANA在常规下中发挥也不错 虽然他现在据说他鲁石也是很强 对 据说天梯第一 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时我们看到黑色一个业余战队有个选手 他说他开服到现在一个月 打了2100周盘 SANA就说 我也打了2100周盘 鲁石 对 然后SANA竟然拿到了第一 而这边他的对手轨迹 虽然我们觉得轨迹在线上的实力还是挺强的 但是到了线下的时候能不能发挥出来 包括现在我觉得他好像很 心理压力很大 不是 心理压力很大的 对 就必须得获得胜利 对 而且他对手是SANA 可能在平时的对抗当中 他打SANA也没什么优势可原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他来说 输掉 那就是整个战队输掉 对 那他不容有失 打线下赛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发挥 能不能稳定 心理压力 对 跟你这个水平其实关系有可能不是很大 对的 我们看整个搬选地图吧 轨迹搬了环古兴港和乌雷娜 他搬乌雷 哦他是重组 我看错了 他重组 而SANA搬了木色之塔和这个 斯拉斯废墟 最后打的是平阳台地 然后莱瑞拉克之冠和中心协议 他竟然不打木色之塔啊SANA 这样可能SANA SANA可能还是喜欢放战术吧 有可能 对 他可能觉得中心协议是这样的 SANA其实是一个满擅长打大后期的选手 对 所以他觉得可能中心协议 他可以给你拖到中后期 好打 我们看第一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来到匹阳台地 这张地图其实对于SANA来说并不好打 对 并不好打 这张地图重组选手 由于有黄金框有爆发期 所以爆蟑螂的这个战术 在这张地图上非常强 尤其是正面距离又非常近 对 很有可能蟑螂火蟑螂一波顶过来神 一三块就飞了 没有足够的兵力的话就守不住三块 对 但这张地图比较难受的地方就是开局 你怎么防这个跳死神 对 这是一个轨迹可能要解决的问题 但SANA很喜欢跳死神 对啊 所以我就说轨迹今天一定要去针对一下SANA 是否在这张地图上会有一个也双兵营的跳死神 对 因为所有的人组选手都交流过的 觉得双兵营跳死神 甚至是三兵营跳死神 这张地图就亏不了 对 亏不了 不是说你赚多少是亏不了 是的 好的 这边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一场比赛中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看一下出身点位 出身在左下方 蓝色的人组是来自于X-Team战队的SANA 而另一边出身在右上方 红色的重组是来自于BHA战队的轨迹 没有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 9-1是颜色不分 对 但是左右不分吧 我前面说错了吗 不是 你已经说错四场了 是吗 我看弹幕上全部在说你左右不分 我也没注意 但是他们说你已经说错四场了 我今天特别去听了一下 好像的确是说错了 右上方左下方吗 我当然说错了吗 什么叫右上方 这不左上方 对啊 你已经说错四 我是 我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张地图我按照中心轴对称来算的 就我就 就思考方式不一样 不要再圆了 不要再圆了 哎呀这个 你不要说你是靠这个考进的同济大学 不要在同济大学还能毕业 有时候你就弄几何的时候吗 你很心 很多东西你是以轴来作为计算章位的 你还 你可以 你可以讲高等数学 反正很多人都听不懂 把这个事情圆过去就好了 那只能偏偏那个 偏偏那个毕业的人 不能偏偏大学生啊 变不到呀 果然是双命啊 是的 果然双命啊 这个 SANA 但是还 三饼吧 三饼 三饼 他就觉得这个地图 只要我三饼一开就亏不了 是的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 裸霜之后 没有下期 期况下了 踩了72期 看来还是一个正常提出开 看会不会挺弃啊 重促这边 我看看他怎么防啊 好 好那是暴狗防 对 暴狗防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双刃剑 对 防住了那自然反打也有机会 对 就很大优势 如果是没防住 没防住就死了 好吗 好第一个 呀他没造狗啊 啊造造造造造 吓我一跳 这边能不能看一个农民 哎呀一个了 上来就打一个农民 记齐记得不错 好继续 关键能不能防住 主要看女皇操作 对 女皇会不会躲炸弹 会躲炸弹就没事 好会躲会 轨迹毕竟还是韩宗 这个120名左右的一个选手 对的 所以说躲这个炸弹应该还是 思路很清楚 嗯 两个女皇赶紧合到一起 然后一人炸弹就往回退 对吧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去多重炸弹 因为炸弹其实耗你的血 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对的 炸一下实际血呢 嗯 沙纳在等啊 其实最强的时候就六个死神的时候 嗯 那时候主要是她一发炸弹下来 那女皇就已经半血 对啊 然后她再强瞄你女皇很快的 好这边四个死神 这张地图反就是 反就是两线可以跳 对 而且女王 这颗大弹很关键啊 这颗大弹很关键啊 四个两个丢的不好 沙纳丢的并不好 但是 狗说好了 啊 这里怎么办 一个 两个 中心开花还行 只死了两个 还行啊 是的 沙纳我发现一个问题 丢炸弹它不是用的加速键盘 对对对对 它应该是用了热键的 但是不是用的加速键盘 是的 如果刚才用的加速键盘 四颗雷一扔出来 这波狗就没了 这波狗瞬间就掉了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有些键盘的确是就加速功能 效果很好 包括有些APM刷得很高 也是因为有加速键盘的存在 你有加速键盘的话 其实就是一瞬间就可以秒掉了一个 对 秒掉这个东西 好看这波狗 但这波狗存活 哦 八个死神 像地图八个死神往前一走 这个就算你是有狗 你也不一定打得多 而且这狗的数量有点尴尬 不够吧 不敢动炸弹 我又被炸了一炮 这个如果动炸弹直接就被秒了 对 这怎么办 呃 只要数量太少 数量太少 他就怕被炸 这个 沙纳就是一个一个 哦 呃 这怎么办 鬼机女王有点少啊 对他没有继续的虚女王 其实 面对爆死神情况下 其实就是虚女王啊 嗯 他现在想虚狗虚狗 你包不掉这么多死神 是的 哦哎这边又被 要被卡位置了 要被卡位置了 蹭了不错 但是这边进入一个死角了吗 没有 又被上了下下 要被炸死 嗯 哎这边死神 怎么进到一个死 哦绝对死神 还好数长多 他这个炸太猛了 对 那么再炸一发 喂你 你手足又怎样呢 嗯 你现在经济已经亏 亏不了五兵死神 这什么情况啊 什么 怎么就被五兵死神了 过了吧这个 又 哦 防不来你就往死里打呢 对 哎呀 还说好走套路呢 对 鬼机已经被打到一时模糊了 对 这个还在报告 不这个就属于 他一看 哎呀 防不来跳死神吧 爆狗的 哎这边围住一个重心 没用了一下 这种这种直接 哎 猛渣就好了 猛渣就好了 干嘛 我五兵死神给你换就好了 十个农民呢 对 还好这边 强换了一波 14个死神换了59个 59条狗 对 11个农民过年时间 大概15个 相当于15条狗吧 对 我觉得sana刚才玩的有点过 嗯 他如果正常运营的话 这个时候已经是 还在补兵 这 这 甩下三个兵营是什么鬼 其实 其实我觉得鬼气这个时候 出一波蟑螂顶应 大概出大概七到八个火蟑螂的话 我觉得正面一顶 sana也很难受啊 你确定他有那么多经济吗 他抱了那么多狗 刚才如果不抱六波狗已经寄了好吗 对的 好 正面这边 又来了又要被描女皇 嗯 能不能刚出 他这个时候sana要小心 哎 这个女王 他主要是没有序那个 嗯 包不住啊 是 好这边包了一个死神 包不住啊 没用啊 sana很小心 对 好这边开始在研究蟑螂的速度 这边黄金矿不知道有多少农民 对手 sana八笔你在波兵的吧 对 黄金矿有多少农民 我们看一下 这边六个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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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迹运营还行 对 我觉得刚才sana有点就是觉得优势太大 有点乱奶的 对的 好这边发现了这篇黄金矿能不能结一波农民 我刚才想炸卵啊 没炸到 对 其实卵如果你是定点投三个直接投到一起 直接卵就被秒掉了 好这边死神应该是不敢上 应该要准备开自己开自身基地 这个兵营数量有点多了 对 七兵营 五兵营还 七兵营吗 1234567 上面还有个吧 八兵营吧 上面可能是蝙蝠八兵营 对八兵营上面有个 八兵营啊 他刚才是又接了三个吧 刚才是五兵营报死神吗 对 八兵营报兵营 好看拿这四个蟑螂不敢上 不敢上蟑螂 蟑螂其实拿死神也没什么办法 没有提速的蟑螂就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对 你这种没提速 然后又变成火蟑螂 没射成 只有火蟑螂其实是不太怕死神的 对的 主要他射成有优势 六个射成 然后再上有三番球的存在 鬼机好像要准备要忙一枪了 已经报到102人 他没办法 他这个时候如果不忙他就输了 对 他只能依靠着看能不能有蟑螂狗 然后打出一点点优势 是 当然这波 刹那这波部队厚度有点厚啊 如果他等到他两个运输机出门的话 我感觉就很难受 这边刹那其实 他运输机还没找怎么就出门了 对 给了 这怎么就走成一条线 他要打双线 我看这样的死神应该是要双线的 但刹那这边 这边有没有变火招啊 鬼机要包 这波 这波我觉得刹那有点过分哦 这边很有可能被拳持 不过好在五个死神先出手 五个死神进家了 对 这边别人的兵很多 哎 这两块球 这有点弱啊 包死了呀 这波主力送了 家里面杀了几个农民 也没杀到几个农民吧 家里面 两个农民 防住了 哎 怎么突然这六十人口差距打出来了 这全送啊 这地上来一波兵 兴奋剂都没伸好 就直接往前顶 刹那这波走得太 有点乱来了啊 这波送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 你料到他没亲眼线光下 不该那么轻易的出门啊 不 没运输机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出门呢 是的 那正面 不过光头很多啊 光头多有 大量的光头 脱农民吧这波 不脱农民挡不住 三分球砸的 哎呀 全中 不脱农民挡不住的 刹那有点急了 管了 直接被顶死了 这也应该要死 这也能输 刹那这个光头 哎呀 走得很迷茫 太随意了 对 本来是想打得很出色 这边双线打的 打一打 本来优势 真的优势 无限大的情况下 既然这样去送一波 简直不 不敢相信啊 这边还是出门的 太放松了 我估计就是前期跳的 他觉得自己就输不了了 对 现在诡计想怎么打怎么打了 刹那这个时候 就得九死一生了呀 我觉得九死一生也得死吧 没有办法 已经死了呀 死马当活马一 对 而且他这个时候 没攻防啊 嗯 一攻 一攻就怎么出去呢 但这时候是一防 这时候如果你有两攻两防 还也许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啊 对 正面 哎 想出来出用吗 怎么可能这门的斗火张狼 阵心又不敢散 这一散又没有后路 其实 只能靠这一波爆发了 Breaking机器可以考虑再变四五个火张狼 进行强拱了 强拱我觉得他可能都没这样想 他就守着就赢了 嗯 把三星就顶了 啥呢 要出来了 啥呢 要出来了 啥呢 敞开 敞开三星店 他就最后一次机会了 这是他 这边又被包了一个大员 他拖农民直接出去吗 嗯 对 三分球 咚 又砸一波 哦 有个坦克 看能不能靠这个坦克来立我 他就想靠这个坦克 对 但这个坦克不够啊 这一直不好了 机器要被秒了 机器要被砸了 刚才农民死了一败 对 能不能砸基地 砸到了 又砸到一发 再砸一发 哎 没秒 但是 哎 这什么情况 但没关系 运输器已经没 他运输器已经没能量了 是的 部队差太多了 莎娜刚才这波送的简直是我们所有人都没看懂了 还是一个出门太远行 他送了两波 第一波是送了 就是优势太大去乱送死神 第二波是 第二波是直接送了那么大多棒 对吧 对 这个有点不应该我觉得 嗯 好 这边这边还想蹭 能不能蹭 点一下 哦 这个三七地要掉 掉了掉了 对 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对 虽然 莎娜部队很刚的往前一点 但是 对 没有用啊 这边也没有在手动点火蟑螂 对 莎娜不是逼晕 对 而那个 BrickGG也不是西瓜 所以很难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 那天只有 只有西瓜是直接被这样翻过一次 060人口 还输 第一场比赛 我觉得BrickGG赢得有点幸运 对 这场比赛 主要还是在于莎娜在中期有点 有点乱难 对 有点任性啊大家 对 但这样的话 其实是给那个 给那个 BrickGG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 是的 对吧 我那么大烈士我都翻回来了 这个完全属于自己乱来送掉的 我觉得莎娜现在 唯一缺的就是对这个比赛啊 其实比赛是比赛 你可能是很有天赋 但是你在对阵比赛的时候 你有一点 就是我就说的态度吧 就是不认真 对吧 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觉得打的不够严谨 导致这场比赛输掉 那也是你自己吞下的一个恶骨 我觉得这场比赛完全是输在自己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地图 莱瑞拉克之冠 嗯 这边 这张地图其实对于重组而言 算是一个比较好打双线的地图 尤其可以大家看到 挨打教主那一次 就是依靠双线 然后配合火蟑螂 火蟑螂正面突破 这张地图对莎娜来说 其实压力会很大 就主要是 二框 前期二框的防守压力真的很大 如果重组选择一个rush的开局的话 其他组真的不好来防守双线 但博克机器其实压力也很大 因为第一场 他其实也很明白 这场比赛是莎娜送掉的 而并不是他说 说他怎么打的有多好吧 这场比赛赢下来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第二场比赛 他肯定要小心一下 这个跳死神站住 但这张地图 其实跳死神没那么好跳 对 没那么好跳 因为高台比较少 我觉得第二场比赛 斯安娜可能会稳着打吧 好这边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二场比赛 这边一进来 不是和机器直接打了一个PP热剑 他可能热剑出了一些问题 对 进行一个修改 就他 可能之前用的不是自己的账号吗 应该是啊 他不就叫 你觉得还有 好了 好了 可能刚才出了一些小小的吧 是的 好 这边我们直接恢复游戏 好 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出生点位 出生在左上方蓝色的人组 是来自于 X-Team战队的 Shan 而另一边出生在右上方 红色的重组 是来自于B-H战队的Breaking GG 也就是轨迹 对 看这场比赛怎么打 我觉得是一个禁点 先气矿 要放战术了 先气矿 是什么开局的 先气矿 我估计是双线吧 就是火车带机枪 那个双线的一个空头 就是正面冲四个火车 然后背面投 八个 六个机枪 然后一颗雷 一颗雷 就一个运输机 对 那看一下 刹那会怎么选择自野战术 Breaking GG这边 还是一个裸双之后 接提速的开局 对 还是打得非常的稳 这边不知道他在提速之后 会选择继续补气出蟑螂呢 还是下BV 因为这张地图实在 可以利用起来的双线太多了 刹那这个单矿战术能成功吗 我觉得单矿战术 其实对于一个陈述的重组选手来说 作用不是很大 他前期只需要稍微抱点狗就好 主要是运气 对于Breaking GG而言真的不错 他第一点就探到了刹那的出生点位 观众只能看到他那个科技建筑 看到又怎样呢 你可能看觉得VF有点快 对 对 好看到了 是他要这里不飞的话 我们直接就解说不下去了 对 好这边看到之后就直接飞走 对 也确认了你的VF很快 我看不认可机器怎么防吧 其实这个防法就提前抱10条狗就好了 10条狗然后两个女皇站路口 你进来的时候我差不多就有那个小狗 那我也不怕 好这边直接放下了2GD 感觉应该是一个空头枪兵 诶还是出火车 他就火车跑一跑 他是先火车往你家里面溜 看能不能够烧到农民 是的 VF其实这个时候直接出蟑螂来防 蟑螂防不住吧 对 来不及吧蟑螂 而且你出了蟑螂之后最大的问题是 你不能前压 因为前压的话对手火车就溜你家了 对的 好这边VS之后直接进来兵营 啥呢要接隐形女妖了 接隐形女妖还是空头我们来看看 对感觉他没蓄机枪啊 有可能是接隐形女妖 可能性会很大 这边火车火车已经出来了 上去应该看不到什么东西 无所谓啊 这个你这个看到看不到 反正两个火车主要是来打扰你节奏 好看一下有没有读口 我记得好像当年 这个战术你好像打过打过一个叫牛奶的业余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我我动了一下我的那个女皇 然后被他进去了 是的 哈哈哈 而且当时当时说的是色总你减肥成功了 其实其实女皇站好位置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故意扭了一下对吧 你要体验你的身材就已经纤细的那个时候 好 BRAKE机防带算比较有经验 用一个女皇卡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让你两个火车进不去 家里面删的还是隐形女妖 好 这边BRAKE进行二次侦查 看一下能不能发现这个隐形女妖 哦这个二次侦查非常的漂亮 对非常非常漂亮 发现了解放者直接改出解放者 很聪明 我只能说刹那这个应变啊 太聪明了 也是哎你看到我隐形女妖是吧 果然跟他一开始的广告词一样 可能战术就随心所欲吧 对他战术的确很聪明这个 我只能说这个应变真的是很聪明 不过这张地图解放者 能卡能应用七八点还是比较少的 他我觉得这个解放者 主要是想打乱那个BRAKE机机的一个节奏 对 就反制你好 这边女妖应该是在呃 隐形应该会在马上退掉就好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退掉了 对难道还是要出女妖吗 不会再接个女妖吧 那么飘 这个这再接再接女妖 有可能啊有可能是 我哎取下了取下了 对我说这再接女妖简直我就看不懂了 嗯 那就说明很有实力啊 他就是故意给你个解放者 啊你竟然不不隐形女妖 那我防空就 这个BRAKE机机完全想不到 就放歪了 你要炸 呀 反而是BRAKE机机先反应过来 啥呢还吓了一跳呢 对 这个解放者主要是想打乱节奏用的 哎这边女妖 卡个位置让你不爽 让你不爽 你爬过来我就走 啊这边又过来蹭一下解放者应该过来架三框了吧 看三框没有任何农民啊 这架不到什么东西啊 他现在杀他主要是想打乱节奏 嗯 但实际上这点骚扰我觉得对BRAKE机机来说没什么作用 对 双向哎地雷火车 火车没停哦 8个火车了 可能是光头加火车的 哦 直接驾卵 驾卵也可以 对 骗降三颗卵 对 这打卵其实也很快啊 打卵器 对 哎我觉得其实 我一直在想啊 就TVC打到中期的时候 你不是正面跟对手钢的时候 你突然飞 飞三个解放者冲出去 然后把对手的所有的基地一架 嗯 那不是直接风卵了吗 但是 然后正面跟别人换的七七八八你就赢了 但是说不定正面就少了这三个解放者就疏裂啊 我说经典对抗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经典方法 也可以 对吧 就突然一下重做发现自己没卵了 这什么情况 然后被解放者打光了 咻咻咻 这就是传言中的绝育流 好这边是火车侠带地雷带 哎呦 这直接出去被打爆了 这波看到蟒蟑螂怎么打 对 不是跟机器其实打的很针对啊 就是很蟒 就感觉小地拖但蟒蟑螂 蟒蟑螂很正常啊 是 这张地球其实蟒蟑螂是一个正常的开局 我这边看到你冲满了 要被蟒死了 换家里啊 肯定直接换家里 这边被蟒死了 这边先出手 他就两个 一共就两个蟑螂 对 BREAKING机家里面 这边还不敢正面冲 毕竟在上军场情况下 人组压力很大 我家里已经被中了 开三基地 上来就点你一个三基地 这三基地 他想先点兵 他想先点兵 对 BREAKING机机在绕蟑螂 他在绕蟑螂 啊 他这边想骗 想勾引你出门 看能有没有机会出门 竟然纠结在一起了 好 火蟑螂在蟑螂 这个时候其实对刹那来说压力很大 火蟑螂过来是可以直接秒解放者 是的 三个火蟑螂就能秒一个解放者 对 BREAKING机机就想好了 我就是蟑螂在火蟑螂忙 四个雷 有没有机会 四个雷 还好 看到了看到了 他这个如果上去直接被 直接被炸爆了 对 炸的不错 解放者他要找一个很好的位置架起来 才不会被砸 是的 在这一拖的话 这时间可能给刹那 能够蓄出更多的兵 来防住这个BREAKING机机的正面的推进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BREAKING机机 也是进入到了一个 就是我只会 我只能蟑螂蟑螂的一个阶段 对 他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也变不了 变不了 刹那应该打掉这个岩石 我觉得 我也觉得应该可以考虑 真的可以考虑先把岩石打了 嗯 哦 哦 两颗地雷 这能不能打乱节奏呢 我觉得很难啊 因为对方在矿区是有防空的 是的 你投下去 顶多也就让对手拖一下农民而已 这边进来 两颗地雷 反应很快 是的 作用不大 作用不大 中的不错 两个农民 没什么用 现在刹那要的是这两颗雷 拖时间 因为打蟑螂带火蟑螂 你单纯的地雷 好像作用不是很大 是的 而且他家里面其实是有地雷的 我们看在这一瞬间 刹那已经憋出了不少的部队 132人口 但是 暴兵很强啊 不过好 对于BK机器一个好消息来说的话 人数3GD还没有开 对 不过自己4GD竟然还没有挺出去 现在主要是攻防 也有点上头 嗯 不对 刹那的攻防比BK机器快 BK机器没升 BK机器这边怎么好像打得有点 他没升攻防 他是强暴的一波蟑螂 是的 感觉这波正面有点虚啊 他不能打 他不能打 他先要退一步 上了军坦之后再说 我这样变过来就可以打了 这里可以上 可以杠 这里不能打了 刹那这边 底雷埋下 但是炸了吗 哎呦 这一炮炸的很不错 全部炸成了黄雪 我觉得BK机器现在有点难受啊 主要他正面也进攻不了 他攻防低 他攻防没攻防 他也刚了 这部分都是黄雪 那在军坛外怎么打 对手只要甩你就好了 你砸了我就走 解放者站好 这一波怎么打 哦 解放者还好还好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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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解放者还在输出啊 怎么就不管了吗 哦砸了 还不错 但是正面的 肉盾章狼没了 后面 我人口瞬间持平 对 现在关键的问题 就BK机器没攻防 对 莎娜有一攻 看一下这波正面怎么打 主要是阵型 现在莎娜真的拉扯的很好啊 对 他没有在火炸狼砸的时候 我没有浪费太多的输出 是的 而且我们看运输机的数量 现在是非常多 BK机器这个时候 有一个神级三分球啊 对 正面很难跟莎娜进行对抗了 嗯 我们来看这边顶上来 三分球砸 好 莎娜这边有点虚啊 有点虚 还行 不过 莎娜这边 其实可以考虑出一点光头啊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光头数量 好像有点少 只有三个 他 工防战油出机枪 工防战油肯定出机枪 比出光头好 因为工防战油的话 你的机枪的输出比光头要高 对 哎呦 这几颗雷真的是 立功了 对 因为地雷如果炸成黄雪 机枪上来补刀的话 你当然根本扛不住 是的 好这边再讲一个阵 但这个阵型 BK机器会好一点 BK机器又 如果上这个高台的话 可能损失会很大 对对对 不能 好地雷砸的还行 看的还行 其实这种单一的地雷的话 可以考虑 我过去了 可以考虑硬上 双线了 双线了 要换家吗 刹那好像发现对方换家了 家里怎么办 换了4GD 这个直接投家怎么办 是的 这边有没有机会投一波 我觉得他直接全部装了 往你家里投 你不就死了吗 好 BK机器反穿这波蟑螂 可能会打乱刹那的一个节奏 是的 好看一下防守 这边防守怎么样 两个人就在多线了 多线了 我们看家里面 到底是什么情况 家里面刹那没有弄 好像没有兵 挡得住啊 对 他只能回救 他只能回救 其实前面这个时候 BK机器可以考虑 分双线来打农民啊 他这个时候也急了 我跟你说 他自己也在被双线 两个现在不停的拼双线 急了 真的要上吗 他其实这波兵进去 好像什么都没打到啊 现在跟你打了会儿建筑 哎呀 这一波蟑螂浪费了太可惜了 对 两个人在这次双线的比拼当中 我觉得BK机器好像是输掉了 就把两个建筑打成了红血 是的 现在自己被刹那各种双线 关键是自己在调经济 自己也调经济 还在调兵 刹那你说真的损失很大吗 没有 几乎没有损失 现在BK机器 但是通过这自己次拉扯 他是把整个攻防是追了很多回来 一攻两防 一攻一防 然后两防再升 刹那是一攻一防 马上攻防就可以 刹那是不是没升两攻两防 刹那忘记VA了 刚刚才在下自己的VA 这个这样子被BK机器再拖一分钟的时候 有两防的存在的话 刹那就不好打的呀 但是拖得住吗 就看这一波正面了 正面这一波运输机非常之多啊 BK机器这边 又绕了一波蟑螂好像 诶 怎么回旧了 他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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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可以慢慢的往后蹭的 你包不到的 这个蟑螂怎么可能包得到生化部队 这边边边打 他主要是妹子多 他现在准备把自己的部队拉成一个狐蟹 拉到 这边不敢上BK机器 诶 说不上就 好退了一波 两个人都退了一波 地雷没打出来 但是我们看张罗死的很快啊 这个地方 呃 但是人靠 还是要强点 他应该这一波是可以强点 看能不能逼退三基地 脱农民呢要强吃了 这个地方杀他的兵也是重了出来 看火车砸的怎么样 没砸到这个地方 下面 下面包的兵 被砸了 被砸了 三分胸砸了不砸 赶紧跑 赶紧跑这个手 火车砸了不能死 火车砸了还能死 被点惨的这个地方 是 好在最后是砸到了一点点 对 但是沙大又接了一波兵出来 这边BK机器可以撤退了 呃 又在甩 这时候还是 噢感染虫 但没能量 没有兵了 关键是没有兵 有感染虫没有兵 没有 只要给BK机器时间 他有62个农民 他可以续出一波那个蟑螂的 不过沙大对他而言 现在要拖 其实这个时间点他不该进攻了 因为他现在妹子很多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缓一下进攻节奏 我估计他不会缓 因为他觉得刚才吃了一波主力 如果缓下去的话 对方感染虫一旦出来 他现在要缓也可以 我至少压掉你一片框 对 压不掉你一片框 我绝对不能缓 现在BK机器想拖 想拖 其实沙大这个时间点可以考虑放弃 葬妹子 对妹子有点多了 他先把钱投在钱跟地队上面 我觉得这一波拖的话 直接把那个感染虫的能量拖好了 不还好商量这边有4GD 经济优势还是很大 嗯 刚才损失了20个农民 他损失了20个农民 不好说现在 他是靠矿罗强劲的把自己的经济 也撑起来的 我觉得他不应该出地雷了 我也觉得这个时间点地雷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还不如多造点光头 现在地雷埋下 直接往上走 看感染虫不赶上 不会吧 这个上去直接 六剑者 哎 刹那太坏了 这种欺骗 不是这个刚才如果是这定到了 就直接就GG了 可以 他是故意上来给你卖个破绽 对因为定到之后 他火炸王一砸你的所有妹子死 对 这一波最强的其实就是这波妹子 是的 现在我们看攻防什么情况 不是个GG两攻两防了吧 哎 刹那这边两攻两防 刹那没升攻防 两攻两防始终没升 始终是个 两攻再升 两攻都快好了 那还行 那还行 攻防并没落后太多 现在对BREAKING G来说 也不敢轻易开战 他如果没有定住 他肯定不敢轻易开战 这边主要就看卡染虫 其实现在BREAKING G可以考虑 续到四到六 我觉得SANA不能走了一个 嗯 他现在千万不能走这种 有导望塔 有导望塔 有事业的地方 哎呦 打一次风高直接砸住了 妹子砸了一半 但是部队好像 还是盯住了 还盯住了 这个被砸成马啊 这一波 咦 砸空了 自己洗自己也走 但是这一波还是砸中了 只要砸了妹子就可以打 对 正面硬刚 正面硬刚 能不能刚赢 下来现在很尴尬 感觉要跪啊 对 刚才这一波 哎呦砸自己 这什么情况 感觉这个 哎呦 但是还炸住了 还是炸中了 还好兵多 你攻防不够主要是 攻防不够 然后加上自己刚才这一波 妹子直接被砸掉了 是的 包括兵也被砸掉了 这个太伤了这一波 这边经济应该要被断 三基地被打断 看四基地能不能顶穿 没用了没用了 已经少了 少了非常多人口了 这一波只要顶上去就死了 正面这一波 看能不能卡一个地形吧 我觉得SANA如果能卡出一个地形 我觉得还有得打 现在但是 这么冲过来 就死了 这随便洗把澡 都很难受 这边 操作 我觉得操作要点火蟑螂 这个时候 其实蟑螂的叔叔 并不是很可观 主要是火蟑螂这个火 给你压力太大了 这四个乱放雨 就让人做很难受 对 他主要是放雨 让你逼迫你 这个不是个基地 稍微有点冲动了吧 这个地方 他可能觉得自己优势太大了 还是赢了 有些100人口了 他觉得自己优势太大了 而且三基地这边 又被封了一波蟑螂 对 农民打光 萨娜已经没有任何的人口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 主要还是在普正根基基在中期 他的蟑螂的拖延拖得非常之好 是的 在攻防又烈士的情况下 活生生通过几波蟑螂的拖延 拖到攻防优势 拖到了优势 包括最后的两把NAS防狗 对 萨娜刚才急了 展开一个弧形过去 直接被两把定住了 主啊 我就个人觉得 还是光头出少了 他不应该走那个 我跟你说 他就不应该走那个 瞄望塔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考虑直接多线 毕竟蟑螂火蟑螂 他最怕的就是多线 你从右下角空头两团兵出去 火蟑螂跟蟑螂 就不可能跟你对面打 对 然后只要你利用那个高台的优势 如果火蟑螂蟑螂硬刚你的话 就很有可能就直接被你包一个大圆 对 打死 其实打到现在这种 就是打到十几分钟之后的话 你光靠火蟑螂和蟑螂和感染虫 你是控不住图的 对的 然后这边随便砸一砸 萨娜还是打得太猛了 对 但这个时候已经没用了 你要想在这种局面下 跟对手进行对抗 除非你的攻防高很多 对的 好 直接顶上去 激进2比0 那恭喜一下 维克基基为BHART战队是扳回一分 这个真的是顶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对的 非常开心 这边 BHART进入A死战 这场比赛 的确也如我们所说 就是萨娜的整个表现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第一场比赛的整个一分有多么多么的关键 对 现在双方战队是打成了2比2 那最后的A死战也是相当的残酷 A死战是波一的决战 是 这场比赛就是谁赢谁进棋 我觉得D.O.1才能体现整个比赛的一个残酷 对 这场比赛 X-Team肯定不用说 肯定是双上 这个没有悬念 BHART这边到底是探阶还是解释 谁敢 有说不定会有一个 比如说放个冷箭 团子 TVZ 对啊 那一样TVP都一样 PVT有优势 这倒也是 不过BHART的防使图能力 总的来说PVT是有优势的 对 TVZ 你今天中国上任何一个Z面对BHART 都很可能被吊打 那虚空王是不是曾经有过优势 曾经有过优势 对 那我估计心里 那个心里的阴影面积比较大 现在提到那条比较 瓜宗是这样子 他 就是 他只能坚持 6大8分钟 那还是要 那还是要有瓜宗这种实力啊 对吧 你说IG比如说你上IA 你上西瓜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在BHART上面 你说今天放冷箭 你上团子 你上 你上 鬼戒 可能都 没有太多的信心 在BOE的比赛当中 能够击败 能够击败 是的 我觉得你要击败BHART的话 可能 我觉得探机可能会上 解释今天不一定有自信上来 跟那个 逼运一战 对 我觉得解释的打法呢 属于 比较多理解的 比较多 比较多想法的一种选手 但是呢 他今天面对一个很成熟的 韩国的职业选手 他说你的很多可能想法 反而会变成花拳袖腿 对吧 你还不如用探机去跟对手去拼一个实力 这是有可能的 而对X-Team那边来说的话 他们所有的想法就是 在赛前都想好了 我只要能拖住大将战 基本上这场比赛 他们就觉得可以拿下来 是的 因为BHART的这个TVP的实力很强 但是BOE的比赛 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双方的战队 一些休息的时间 一些调整的时间来安排战术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看后面的最后的ACE战